好,你告诉我要解决了什么问题啊? 解决我们家的最主要的问题 哦 我现在看到那个 应该是天空当中 往天上看啊 好像那个几个人的头啊 一个人啊 两个人 三个人 四个人 五个人啊 像围城的一圈啊 然后中间是一个空的啊 好像五个人在那边伸着头啊 就像中间伸着头啊 好像那个叫什么 就抽签了 抓揪啊 这个好像就做到这个动作啊 抓到谁就是谁啊 真的这个时刻 我看到一个圣悟空吧 拿着金箍半长 就挑起来了啊 挑起来把这五个人就打散了啊 就原来不是五个人站在那边翘谁嘛 好像是五个人出来翘了啊 然后就是 我听到那个歌声呢 说 就是那个什么你翘的蛋呢 我牵着马啊 我牵着马啊 好像你们在搬家啊 我看到牵着马啊 当然这不是真正的马 意思是在搬家啊 好像 好像那个应该是在搬家 你们好像这辈子搬家的时候 搬得比较频繁 好像总是看到那个在搬家 牵着马啊 那个意思啊 意思就是这样 背景真的是用马来 这个意思是表示在搬家 搬家 每次的问题都出在搬家上面 啊 圣悟空也在感觉 每次的问题都出在搬家上面啊 每班之价 首先省着一批钱啊 每班之价省着一批钱啊 现在搞的圣悟空也着急啊 他感到着急啊 他要拿着金箍班 在那个叫 我们看那个什么 我们看那个叫水谷吧 水谷里面什么叫 押送那个叫生成缸啊 押送东西啊 搬家的时候 一定要有人押送啊 就是追到你们搬家 省得太大了 每次搬家省得太大了 后来圣悟空来了 把你们押正 押正的意思就是 搬家的省少省着一点 他要把那个大大的小小的东西 都把它 监着好啊 监着好的意思就是 减少省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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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 这个里面 当我们才开始啊 不知道什么意思啊 好像 生缸是你家保护省着的 好像是啊 好像呢 他一来以后呢 让你家那个省着少一点 不然都会每次搬一只家 好像省着一大笔钱 每班只家省着一大笔钱 后来呢 生缸出现以后呢 好像你们家那个搬家的省着 越来越小 而且 而且发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搬家以后 情况比原来好 有盈盈的啊 搬家以后 反正赚钱的意思了 就比以前好了啊 制造的时候每班只家 好像短期内 制造短期内是亏的啊 而自从呢 生缸冒出来以后 好像搬家以后 他一路上就 监督的啊 不要有省事 然后到了一个新地方以后 放下来以后 就好像他进口巴巴 往地上一擦 啊 好像生根发芽了 就马上就开始 生根发芽了 好像那个种子 种下去 马上就 击鼓了啊 好像 好像这个 今天讲的不一定是几遍了啊 因为按照这个课来 可能讲的事业 或者金钱度有可能 现在不知道啊 看下去 因为 好像他讲的那个 事业这类的 好像是啊 我还没看见的 他好像一个进口棒 往地上一擦一个 就像一个 种了一个摇钱树似的啊 好像种了一个摇钱树似的 就马上就开始 生根发芽了 长得比原来高了 我讲的 因为才开始 你感觉 是不是有点像呢 那我才开始啊 呃 搬家确实是很平凡 啊 而且呢 他告诉我一个 不管怎么样 看那个气势还挺好 因为那个 原来说搬家的省事 有省事嘛 后来好像搬家以后 好像有盈利的感觉了 而且他跟棒棒下面 一擦一个 就像一个摇钱树 擦在地上以后开始 呃 涨得很快 往上啊 呃 呃 你说 你说我很喜欢看到这一幕 我们家总体来讲 说有人保佑吧 我觉得还是很幸运 嗯 总体 还算是很顺利 嗯 对 原来的话 你如果不知道谁在保佑的话 你原来不知道谁在保佑的话 现在告诉你那个 呃 孙悟空啊 在保佑啊 那个孙悟空呢 他不是一个孙悟空啊 这个孙悟空是一个群体 呃 指的是一个群体 哎 这个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我 当我解牌的时候 好几次出现孙悟空 而且呢 呃 他在那个 曾经呢 就今年六月份的时候 出了一趟车户啊 呃 出了一个车户的时候 一个车站过来 站了三个人 呃 第一个人当他死了 呃 第二个人 四字都断了 第三个就胀到我姐 呃 然后他的四字都都都都没事 然后后来我零排 就是发现就孙悟空在保佑 保佑 保佑的 哦 所以呢 我一看孙悟空出现了 我就很开心嘛 因为我 呃 见到好几次了嘛 见到好几次 呃 他在领寄帮忙嘛 所以说我说看到 呃 他在保佑的 而且他这个一个动作 我望向一叉 呃 一个一个 望向一叉的时候 是个 然后就像个油线树这样 这个 长得很快 望上 嗯 呃 就是我姐那个人 是在保护着 就是外面那个车站过来的 是个 呃 都方便在保护啊 嗯 呃 然后你这个是在 好像那个敬钱呢 呃 都在摇钱树 他不是说 想要摇钱树 往上涨嘛 啊 哎 你 你继续说 我很喜欢看到这一幕啊 嗯 你说这几话 我很喜欢看到这一幕啊 嗯 我很喜欢看到这一幕 我很喜欢看到这一幕啊 我很喜欢看到这一幕啊 哎 对 当你说到 我很喜欢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哎 你刚才不说 我就没看到机器的动态 继续看下去 哎 继续在动啊 他就他那个聊天树在那边啊 哎 然后你说 我很喜欢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我看到这种风筝了 他帮你呢 就像建了一个 在连接建了一个围墙似的啊 我们眼睛看这个围墙 他建了一个 尼巴 去帮你那房子 一圈都都都都都都都 他妈妈路的在建啊 嗯 一边在建 一边在嘴里在说啊 呃 就外面的财户啊 只静 不错啊 他就建了一个 帮你围了一个围 围起来的啊 围起来以后就是 就相当于这个 这个 这一块借就是 就你生活的那一块啊 给你打了个围墙啊 这个就是你的地盘啊 分母后再帮你做啊 嗯 就是你的地盘 而且呢 心里想 这个东西只能往 呃 往里边搬 呃 不是往外面搬 就是那个就是 进财的意思啊 啊 财不往里边进来啊 啊 他就要把他撕着围住啊 围住 他就得要要 他在邻居要帮着你啊 啊 不不不不不帮到你的话 因为找个急 你搬家的时候 就有省事嘛 他看着 他一目不看着的啊 所以说以后呢 有省事的事情呢 再也不然发生啊 有省事的事情 再也不然发生啊 有省事的事情再也不然发生啊 所以呢你一定下来有个 先中了一个摇钱树啊 然后就跟你正在那个忙的那个围墙啊 围一圈啊 把你那个现在生活的就围一圈啊 就是表示要把那个你的财富要围住啊 就是破六财的意思啊 我现在说到这里给你手 当然还没介绍啊 还找到呢 你手没话说的吧 我终于知道实际上就是 确实是有 有省力在保佑我们的全家 我觉得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真的 就是能有今天吧 就是在这一世能有这样的 也非常感谢 我觉得今天您能有机会让我知道这些 对 记得我一开始一无数字啊 一上来就看到那个圣物困啊 我去描述第一幕啊 第一幕啊 第一幕不是要叫我 其实最主要问题嘛 你说五个人嘛 对 我看到五个人头都顶在一块 到底写谁啊 中间是圆圈 头都顶在那边啊 五个人 到底写谁呢 正在这个时刻 把圣物困就跳进来了啊 跳到这边啊 他马上说了 你们官家 知识比较多 以前官家每次做省事挺大的 他都看到 看着这样的有点心疼啊 然后就开始压运了啊 就搬家过程当中 首先不要有省事 然后这样的一路上就没省事了 然后到了新地方 马上送上油 送上油前处 把发发发长得很快 钱就长上去了 然后现在就是 帮你打围墙 围墙打起来以后 他说的这个财富只能进 不想说 因为人家那个 有的说六财六财 说那个十个石子 指缝里面都在六财嘛 你那个就是把你围得炎炎死死 才只能进 不会流掉 不会流出去啊 你你你继续说啊 我很喜欢听到这句啊 我很喜欢听到这句啊 对 这句话实际上是说给圣悟空听的啊 说得圣悟空听的啊 然后 然后他一听到 听了以后更高兴了啊 更高兴了 好像他跟你进那个 进那个 顶啊 进那个顶就大仓库了 就一看到就像个大仓库啊 好像一个大仓库似的 这个有顶 有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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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不是一开始就像打围墙吧 现在你说很听到 很喜欢听到这句 他就进那个顶了 弧形的顶 那个弧形的顶 那个弧形的顶 就是那个 那个长的呢 那个仓库看起来是长的啊 长的方向 是弧形的顶 中间勾起来 两边矮下去的圆弧的顶啊 你这个知道什么意思吧 好像这个仓库 应该仓库的话 肯定是财富了啊 肯定是财富了 嗯 他是那个 呃 住的那个 这个 严严实实的啊 他的门开在前方啊 有门 只有一个门啊 上面都是围住的啊 然后他站在那个门口 他说我要帮你把他来关了啊 千万不能流失啊 千万不能让财富流失啊 好像 好像那个 他指寒气不上出的那种啊 原来不是人家说 有的人家养着狗嘛 养着狗啊 跟狗看着人啊 他搬东西进去啊 不管 但是你搬东西出去就不上了 哎 人家养着狗啊 他现在就这样啊 哎 你财富进来我就不管啊 但是人家要万万挪 哎 好像不上啊 宋公就住在这里啊 哎 然后你现在你对宋公说啊 谢谢你 跟 一直跟着我 一直跟着我 嗯 哎 谢谢你 一直跟着我 嗯 一直跟着我 嗯 对 谢谢你一直跟着我们全家 谢谢你一直跟着我们全家 哎 然后你说 我们一家屋口的希望发达就靠你了 我们一家屋口的希望发达就靠你了 哎 对对对 哎 这么你说一个 哎 他那个 原来不是站在门口吗 啊 啊 就是那个 我我描述一下啊 就是现在 这个是门口啊 嗯 这个是倉库的两面墙啊 啊 这个是背后的墙啊 嗯 刚才站在门口啊 那个门子那个那个那个弧形的啊 一个啊 然后你说 嗯 你说感谢他的事啊 嗯 他不只有宠在门口了 跑到外面面去了啊 跑到外面面去了啊 跑到外面面去了 跑到外面面去了 跑到外面在里边那个那个 往里边酸风似的啊 好像里边 嗯 把你招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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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才往 才往那个仓库里边赶啊 嗯 哎 这我还是一直以到这样 这样 把你赶财的呢 我应该到现在为止 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啊 你什么话要说的吧 你或者你要有什么话要说 什么话要说的吧 他很起劲啊 你 我真的很感谢他 就是 嗯 一直以来 手工我们全家 嗯 我真的是很感谢他 嗯 嗯 不好意思 我问你一句话啊 因为我对你的情况又无所知嘛 嗯 因为 这个 我不知道是 以前就已经 已经很明显出现了呢 还是今天零排当中 你才意外发现 我问你这句话 你问我这句话是说 我以前就知道还是不知道 以前你没知道 当然不知道 不管是谁啊 有没有知道好像那个 有人跟着 帮你 帮你好的 好的东西啊 不是坏的啊 嗯 我 我 就是 我是说 嗯 嗯 我算是我的人生吧 嗯 很幸运 嗯 基本上胖上都是好人 嗯 然后 我的三个孩子 嗯 嗯 就算是我大女儿 就以前来讲 跟我关系不那么亲 但是 总体来讲吧 就是 都是很好的孩子 嗯 所以我就是 还是 不好意思 我很激动啊 嗯 嗯 就是听说又 在零街也是一样的 孙悟空能 能这样做 我真的很感谢 嗯 我就是 我就觉得真的 真的很多很多人在帮我 嗯 嗯 然后 对 你说到这句话的是 孙悟空听到了 我问你的话就是 你表达了感谢一个 嗯 孙悟空听到了 听到了一个 然后 他那个 在零街啊 刚才不是 我说 他那个 在你的那个仓库的外面吗 手在那边 帮你招财吗 嗯 然后他延伸到很远的地方 不在你的地盘上了 啊 在公用地盘上 他种了好多那个大树啊 长谷 谷的 啊 长谷的 呃 这表示财富嘛 哎 哎 他种的啊 相当他的零街种的 种完以后 也是搬到你的仓库里边啊 哎 跟你送财来的 啊 送财来的 哎 零街的那个 那个元素比较简单 不像我们那个 人间描述的那么细 但是那个他就很很高兴的 很明确的告诉你 是给你送财富来的 啊 哎 送财富来的 哎 如果这么一说的话 而且他是搭在你那个 信任的 房子这个位置上 然后又慢慢延伸了 所以呢 暂时不要考虑搬家的事啊 哎 这个 这个 现在他引进了 风水保地了啊 哦 哦 哎 反正营造了一个风水保地了啊 哎 当然 我很少要见到这样的 这样的好事啊 所以如果你要搬家啊 我记得 啊 如果要搬家的话 你先领牌问一下 看一下啊 免得把那个 把那个 把那个财运搬掉了啊 因为我看到是 那么好 他就把你 呃 周围围起来了啊 啊 然后进了仓库 在不在你地盘上的 公用的地盘上 他种了股树相当于啊 收出来的股子 他就走 把你 把你 搬了啊 那么这么说来的话 你就 从人心来看的话 就自然就有 那个财富进来 嗯 嗯 也就是说 嗯 因为讲到这里呢 这比较抽象 我讲一个 我以前领牌当中 比较 这样一讲以后 你就更明白 到 效果到底有多大啊 我以前呢 领牌呢 有一个人呢 北京呢 他呢 说痛风 找到深圳来领牌 我呢 应该说 呀 我说你那个 在五六岁的时候 从其他小朋友啊 抓到那个动物 就换 你绑了一个绳子 绑在他的那个 右后腿上面 绑在右后腿上面 现在呢 我说你那个 右后腿上面 被那个欢倒过来 绑了一根绳子 来抱回你了 绑了一根绳子 我靠着裤子 只给他看 我说在这里呢 走下去 我只给他看啊 嗯 他说对的 他说不是说 他说是的 但是 我两年前 齐木特在塞了一脚 腿就断了 就断了 就断在这个地方 他没有怪什么其他的 是吧 齐木特在断了腿 但是他知道 本质问题就是 曾经绑了一个荒 现在荒来 绑他了啊 嗯 然后唱不到去 腿荡荡就好了 不痛了啊 原来痛的不能走路 荡荡就不痛了 诶 到了这个时候 我再继续排下去 居然 我看到她的外婆啊 在阴间呢 捏他鼻子啊 呃 斜了不掉就捏他鼻子 诶 他说对对对 他说我那个 打后路很严重啊 哎呀 我说你的外婆在阴间呢 很寂寞啊 很不掉啊 所以呢 他经常用一种 像那个铜颅一样呢 咔 就敲一下子 两个 有点声音嘛 因为在阴间声音 声音也没有 敲了一下子 然后呢 我看到她那个 外婆在阴间塞前的她 啊 以前我就是看到那个 人间的把那个 阴间的把人间的钱拿走了 来报复人来的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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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啊 设想啊 规划自己就是塞到她脑袋里面 嗯 我突然意识到她是一个 应该她外婆总是塞给她这样的 应该是建筑商 是建筑老板 房理商老板 哦 时间我3990数字啊 确定一个 那我就评着这几个元素 一个她外婆塞谁给她 我知道她不较钱 肯定有钱 另外一个 我应该知道她的这也是搞房地产的 但我没讲 因为人都看到了我讲了 推测她是什么一个情况 我就没讲 后来我跟她停牌完 她就回到北京下了飞机 一刻 连满就发了个短信给我 她说谢谢我 诶 实际上我就知道她是房地产老板了 因为零排当中 我就发了个短信 回发了一些 我说不用去 我说以后 你建房子的时候不要建在坟地上 我就发了一个 她马上回了一个 她说已经建在坟地上了 有没有办法吧 我说同样零排啊 后来隔了两个星期 她又来盛政 把以前那个房子已经建到坟地上了 把她撩了 撩了以后 后来她称截的时候 她说你帮我大忙啊 她说无论我在洛杉矶有家 开了一家公司 和旁地上有关的 你如果有空到洛杉矶去的话 我接待你 呀 我一听说的话 我以前跟旅行团跑了一次嘛 什么也没看到嘛 那行了 她经常这样一说了 我就去到洛杉矶 到洛杉矶呢 她动看看 去看看 实际上呢 本来越好我过去 她在美国嘛 但我这么过去 她北京有什么交叉而过 我去洛杉矶 她去北京了 但她安排了人 接待我 然后当天就把她跟你儿儿新买的车拿给我开 都安排好了 最后呢 我要回来的前两三天 她说你不要马上走 我赶紧从北京来赶过来 告诉你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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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就是告诉我林派以后 发生了好多好事啊 帮她那个原来的那个房地上那边是 房子建在那个一个叫小云 小云是那个原来的房地的驿站上面 打扰到他们了 后来呢 我帮她们这个事情搞定以后呢 搞定了好多事情以后 而且呢 她是建在那个叫 细绸之路的北京中转 我们历史书上讲的那个 四层之路的7点在长安 对 然后 这样应该是 对 说中点到了那个什么 一直往西走了啊 林派说的不是的 四层之路的7点在杭州 重点 长安是重点 为什么呢 你要搞贸易的话 一定要有那个物流啊 所以呢 物流呢 是杭州那边 到北京又进行大一格 转印站 就是她现在建的房子 把人家的那个王领都叫了 然后呢 我就把她一调以后嘛 那些原来要报复她的 便帮助她了 帮助她 然后呢 她前身的是杭州那边呢 带了一批杭州的女子 冒充皇家的到西岳去和亲 实际上 和亲的人呢 根本不是皇家的 长得漂亮 是杭州那边呢 她一路护送 护送她西岳 然后 就是后来一路护送她好吗 人家也保佑她 然后呢 从西安往下 实际上是四层之路上发现的那些物品啊 是那些合金的人呢 私人用品 而不是贸易用品 贸易的话 你要物流 你物流没建得起来 是没办法搞贸易的 那 我就是说 我知道了这么一件一档的事情了 然后呢 她到了那个 我到了路上去以后呢 你说我刚刚到那边 我义无数字的时候 她手下的账户 给我房子 说买房子 什么之类的 哎呀 我 我也没任何事想什么呀 你说我到了这边以后 那个签的合同都是英文的 然后条款什么也不知道 但是我就评了一条 另一个 她的外婆在印尽 塞她钱 应该 不差钱 不会看我啊 就是评了这样 另外一个 她确实总行的 因为她那个外婆在印尽 搞那个积募给她嘛 应该总行的 她推荐给我的 反正叫个手下人 她走了嘛 叫个手下人办这个事嘛 我想应该不会错的吧 所以我就凭着 凭着这样的经验 在房间的合同上 签了好多资门 不然的话 不是这个 我把我自己给卖了 也不知道啊 就是因为零牌 我看到的这一幕 那么 对 现在就再回到你这上面 因为我这是看到第一幕 刚才介绍的那个例子啊 第一次我见到 印尽送钱出来的 后来她叫我 后来她叫我在这边等着啊 她从北京赶过来 告诉我 告诉我底啊 她说她建的这个项目呢 原来不是她的 前面建的人 要么就 人突然症到癌症死掉了 要么脚子就倒掉了 要么被那个什么政府部门查了 谁也搞不下去 一个一个搞不下去以后 最后就是 没办法收藏了以后 她说这个项目是别人白送给她的 就是叫她收不了尾啊 就顾了好几次 每个人都碰上倒门式啊 后来呢 到交给她以后呢 当然她也遇到好多麻烦了 但我跟她一调整以后就好了嘛 而且后来临牌的时候知道 原来她那个建的那个地方 就是原来丝丑之路的中转账 她的前世就在那边护送了那些人 就在那边中转账 所以说人家交给她了 由前世精神的原因交给她了 那么 我再回到你的上面啊 那么 现在就是说 如果既然有那个中转有灵界保护你的话 那么肯定有 未来肯定有好结果 好的结果在的啊 没想到本来我们原来期望商量的时候 考虑考虑会不会处理什么疾病什么之类的 哪知道今天出来的是好运和财富吧 是 所以确实是挺意想不到 对 我是意想不到的 为了让你意识到这个的重要性 我就讲了那个北京的那个房地产老板 房地产老板是 后来好在 我以为这个情况下 我就来旅游的 本来来玩的 最后买了一个房子 好在有了这个房子 这个我有落交点了 是 如果不是他的话 我可能也不会 今天还在美国 因为那时候政府说 我搞风电迷信的时候 我没地方去了 没地方去 只有到了美国呢 我好在一切准备了这个了 无意当中了 就是这个老板 所以呢 我就告诉你这个呢 有那个像保护神一样的 而且财富 财富后面应该非常好 反正其他到没什么 你知道这个事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就从里面那个 应该提醒一下 因为既然风水保护 它跟着你 建的那么好的的话 尽量不要 打破了这样的风水 尽量就不要搬 如果要搬的话 你先 因为不灵牌不知道嘛 你牌的时候 再从生活购通下 你说我想到更好的地方去 你看行不行 问问他 哦 那好 这个有问 对对对 对 当然了 别人的零牌的时候 就比如说 我该不该买房子之类 从生活购通之类 没关系的 不会有这么 因为你今天出现了 而且是在 你进了个仓库 就财富嘛 而且他在公用的地方 在那时候 积累股 你给你送的话 那肯定就 肯定就是 像它意外制裁嘛 后面你一定有意外制裁 但说意外制裁 他实际上不意外 是邻居 有在帮忙 送回来帮忙 嗯 所以财富让你那边赶的 现在的账方我不知道 当然至少我这一幕我看到了 嗯 所以呢 就是为了不要审慎掉这个呢 如果你要搬家 或者做什么大事呢 嗯 您搬家就问一下啊 专门您搬家 因为这个不是小事啊 这么好的地方 你万一 万一你再搬一次 他不跟他你走 不是 不太好 如果他说 行了 我搬一个更好的地方 我还要跟他你走 那就无所谓了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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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的保护神学体上 是你的保护神 嗯 嗯 所以呢 他也是一步步 一步步升级的保护 刚开始的时候 他看到你 嗯 看到你的是 就是 就是搬家 每次省事大 后来就跳进来押印 不让你省事 然后到了信息房 马上 呃 种下邀请树 然后马上就长起了邀请树 啊 建仓库 然后 种了古石 搬到仓库里搬啊 啊 啊 今天就是 涉及到财富 财富 财富 这个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 财运嘛 一个财富一个财运 啊 而两个还不一样 那个财富是 一般讲的是现有的 财运讲的是未来的 而且那个 现有的和未来的 都体现出来了 尤其是未来的 而体现得非常好 哦 我刚才那一遍和你讲的时候 我一看看一遍等等 有什么其他 其他信息进来 没有 没有其他 他今天单纯讲的这个事 哦 哦 没有其他的信息过来 对 就今天 我讲的今天不是说没有 其他没有 而是今天这一幕 今天送来的这个档案 只讲财富和财运 而且我明白这个 明白这个 以前我不知道的一个词 财富是讲的现有的 财运是未来的 未来的也很好 他告诉这个 明白 我是想了解一下 啊 就是说我 我这辈子是一个肉身 就是一个普通人 啊 那就是 嗯 我有什么样的机缘 能让孙悟空来当我的保护神 帮我呢 啊他这个没体现 我只看到 没什么原因 啊 明白 也许什么时候 未来什么哪天透露也有可能性呢 嗯 但是今天并没有交代这个事 哎对今天没交代 就是我看的过程当中 什么是出现 整个过程我都描述了啊 嗯 啊 今天差不多依他为线索了 嗯 主要他在 主要他在做事情 安全马后的 真的叫安全马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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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没有说 嗯 他期望着我下一步怎么样做 嗯 他没有说 期望着 但是呢我看到了 看到了 他在让你 你那边赶财进来的话 他没告诉你怎么做 你住 嗯 我估计说 主要住的 不是礼物啊 我还住啥 都能赚钱 都能赚钱 嗯 明白 嗯 但是这句话说之后在这边 但是还是 住的时候还是考虑一下风险的问题啊 这样他一直在往里面赶财啊 你 你即使住的风险大的话 我估计也是比人家好啊 因为他在那边 让你赶财嘛 赶进来嘛 嗯 嗯 当然我这句话也不能说得太满了 这是风险还是自己要控制一下 啊 总机制有了 嗯 因为总机制有了 就像我说那个 那个房地厂老板 因为他呢 我看到印尖的外婆给他 口袋里塞钱嘛 其他的人 或林牌的人 都是 都是自己财 口袋里的钱 被印尖的拿掉的 来淘汰的 他是主动送出来的嘛 所以我马上知道 这个人肯定 肯定不差钱 肯定有钱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同他打架的 最大我们也就一面之交嘛 也没有过度的 更多的了解嘛 哎 我至少知道他外婆给他送钱 他不差钱 也不会要我这些小队队的钱 至少我明白这个道理 一个我敢做事情的 不然人家介绍了一个房子 我才来旅游的 你叫我买个房子 我哪敢啊 法律法律啥也不知道 合同上写的郁门呢 我字也没看 但是把我自己给套进去 卖掉了也不知道 啊 老师 我有一个问题 啊 因为是我们初期 此一样所结婚三十多年 一路上有好多 其实我们天下回过头去看 就是很神奇的 就是风流滑稽的 你说那时候武空 是跟着我太太来的 还是跟着我们俩来的 还是跟着我们家谁来的 还是跟着我们家谁来的 这里面没讲 因为第一个是五个人 头顶了 然后他就进来了 他没有讲主次 你过去的丁牌的这个经验 像这种 他这个原始起于哪里呢 可能的这种奇运是 那我知道 我所有丁牌当中 没法推理的 看着什么 就告诉你什么 你推理肯定推理错 比如说我跟你编一个故事 编一个故事 告诉你他是哪里来的 但是现在真的 这一幕出现的是 从我以前不一样 不是自己打自己的 所以说我丁牌当中 所有的都是我 看到的画面 告诉你 假如说我推理的话 我就告诉你 这句话不算出的 我是推理的 我会一定要强调 看到的画面 和推理是不一样 推理会推理处的 看到的画面是不会处的 而且你们的财富 主要是后面 有限不断会进来 反正你记住一句话 你后面要做什么大事情呢 因为既然他保护在你的话 行影不行 你问一下盛悟空 你比如说你要做这个事情 他 你比如说 哎呀我看他更好的地方 要搬家了 你擅着就先搬家 他万一他不跟着去哪 不跟着去 不跟着去 财富就没有很大财富进来了 你问一下 比如说 哎我想看中了 拿地方要搬 你看行不行啊 他说我跟着你一起去 那肯定是好的 他如果说我不想去了 那你就不用搬了 明白是吧 这个我就看那个气势就看出来了 这句话不是推理 因为我看到他的那个 其他我没看到 我看到就都告诉你了 就是很影响不到 对对 影响不到 这样的一个情景 对 我以为是排除了三个 五个人当中有什么疾病 或者什么大的问题 对 我以为是会看看有什么疾病 或者是怎么样的 对 我也认为是这样 但没想到是财印 这个财印后劲很足 明白 就是人 对 实际上我刚才一边同你聊天 一边讲的时候也等待后面信息 其他信息没进来 其他信息没进来 今天就讲了财富和财印 尤其财印 未来的 后面还有 好运 好运 好 那今天就这样了 好 再见 再见 不用见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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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